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 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我也记得宋楚瑜曾经说过 他连署要百万票 那现在没有 但是他当时怎么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访问 我也很清楚的跟周围讲 我就不愿意去登记 只有30万去登记干什么 去登记干什么 我如果有超过百万的 来联署支持我 我又能够找到适当的裁员 我自然 我讲的话 我不能辜负乡亲对我的期待 好 这两个题目 一个要百万联署 一个要适当裁员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不是乱讲的 就是说联署有百万 他第一次就号称联署160万 那如果只有30万 40万选什么 他开始讲 这是什么都讲了 所以他接受访问 就是他要 第一次 第一次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第一次是 没有多久以前了 他讲 八月份 大概八月份 八月份 这个话是有道理 我们就看他会当选 当选举会有各种变数 也许有三个变数 四个变数都有可能 但是他自己很清楚 如果联署就这么一点的话 那我选什么 他参选的动机不强 我干嘛 但是现在 后来就是我联署够了就选 好 现在不管你到时候 出来是30万40万 其实不多了 联署离那个当选 四五百五六百万票 还差蛮远的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期的一周刊 说北京断宋楚瑜的金默 因为张荣发跟王文阳 原来要支持他的 现在 缩手 所以他说 他刚刚讲 除了百万联署 还有钱 那这两个现在显然 第一个没百万联署 第二个也没钱 那为什么 就是说大家讲宋楚瑜 他当然有权利 你也有权利 我也有权利 对不对 那他到底 现在显然他的两个条件 不存在了嘛 那为什么 江荣 当然他现在 我觉得宋楚瑜是在 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 被逼到了今天这样的位置 谁逼他呢 你也可以说 因为当他做了 适度的表态之后 那种周围的氛围 让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我的感觉 我记得在大概在 6月7月份的时候 我还常常跟义鸿在台杠 义鸿说他不可能选 我说他一定选 因为从政治的逻辑上来 你表态了之后 周围的那个氛围 就不断地推着你 你往前走 那再加上 当你表态了之后 蓝军不管是 不管是偏蓝的媒体人 或者说深蓝 他们的焦虑感出来的时候 对宋楚瑜的那种的压迫跟踏法 我就对宋楚瑜 或者说亲民党人来讲 会有更强烈的那种悲愤感 说我都还没有正式表态 你干嘛把我包标 包着怎么样 那种就是说 其实内外的那种形式推移 慢慢地走上这样的位置 那到现在这样子 其实宋楚瑜当连过 连署门槛就愿意选 就是已经就不回头了 因为你要他 你要他用什么面子回头 就你用什么面子回头 固然固然台面下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还在穿梭 可是那个价码落差太大了 什么价码 没有说我听到的 就具体听到的 就是亲民党其实大概在 还没有缴连署书之前的两个礼拜 就说仍然有人扛着亲民党 你从他的一个关系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跟宋楚瑜还蛮close的人 那他们仍然会去找连战 或者找廖廖义 那甚至于透过一些特定的 比较可能他们觉得比较 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吧 那那世俗就是说 其实亲民党并没有终止 跟国民党合作的那种的味道 就是只要有可能 还是希望能合作 那当然大家就问到 问到就是好 那你合作那亲民党要什么 那讲法都一样 10到12期 就10到12期 而且还有一些选区呢 是讲得很确实 立委是吧 立委比如说10到12期的立委 然后呢甚至提到说 比如说像 像黎建南选的选区 叫黄昭顺退嘛 就把黄昭顺放到 放到部分区里面嘛 那这个让 反正其实让给黎建南 让给亲民党嘛 你从国民党 不要说黄昭顺 就是说是不是马英九 可以这样安排的 你说10到12期 现在的国民党 第一个就是说 他有没有那种实力跟胆识 去让你10到12期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他们可能 不太愿意讲出口 就是说你今天排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你叫我国民党怎么让 我如果连你排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我都能够都让给你们 我们不要说今天就算 就蔡准成在那里 你蔡准成看到这个样子 你蔡准成吞得下那口气吗 不可能嘛 所以一听到之后 大家算了 所以之后其实大家也就都不谈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 我仍然不排除最后一点的可能性 就是宋楚瑜的 现在的那种的战斗的姿态 从战略的角度来讲 他仍然有那种 以战以战逼合的味道 就是我有10% 无论如何 就是说今天我宋楚瑜的选票 如果说这个民调的支持度 他是给100%换算成选票的 我宋楚瑜加在哪一边就当选 换句话说你今天双英对决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是说马英九没有任何一次的差距 拉大到可以把我宋楚瑜的选票 填进去之后 那个gap都还填不满 没有嘛 我宋楚瑜仍然有关键的影响力嘛 所以在未来的七十几天里面 我觉得还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啦 那蓝军释放出说 他们就是说和平 未到最后关关头的时候 绝不放弃和平 那不见得只是一个政治姿态而已 他们确实对于未来七十几天里面 的各种的可能性 还是抱持的开放的态度 所以王金平讲的是表示说 门还没关 还继续谈 还没有关 不过那个价码是强不容的 不这有dayline啊 因为11月25日要登记嘛 那12月国民党要公布不分区了 不我的感觉是 我的感觉是两个 第一个我看到的是 宋楚瑜昨天在联署的时候 他说了一段话 所以我才刚才说 我都很久没有上政论节目嘛 我就说其实国民党有一些人 这些人在很多人眼中 已经变成了打手 那这些是泛兰的民罪 已经被人家看成是打手 这并不好 事实上他爱马 士族以 骇马 那他呢 宋楚瑜讲了一段话 说这些人呢 在政论节目 call in节目里头 不断地击笑我 说我根本连鼠不成 冷冷清清 只有几个人 是不是他昨天有讲这些话 那他就昨天呢 就提早递交出来 我有36万份 那据我所知道啊 因为当时我在主持 凤凰节目的时候 我是因为我的工作职责 大概他宣布参选过后 三个礼拜 我就立刻打电话去问 他最身边最核心的人 当时联署就过了25万份 所以国民党的人 就是国民党的某些 或者是泛兰的某一些人 他们其实是带着 太大的恨意 跟丑化的方式 然后故意再激怒 这个宋楚瑜阵营 其实对于整个国亲之间 要和解有困难 第二个啊 立法院的席子 是不是需要10到12席啊 我出称立法院 立法院根本只要5席 就可以变成一个党团 所以他是不是需要到 10到12席 他可能台湾说 10到12席 那你愿意让出6到7席 都是可以谈成的 因为6到7席 他就有一个党团 那你国民党有50个人 也只有一个党团 我5个人 6个人也是一个党团 那如果是最后 国民党愿意让5到6席 这5到6席里头呢 有一些是原来亲民党的 我把它放在国民党的部分区 那原来区域里头的劝退 那原来区域里头的劝退 然后呢用各种方法 是可以解决的 那其实以国民党 现在拥有4分之3 在立法院的席次 当然当然唐小龙 讲了一个重点了 重点说马英九 没有那个能耐 劝退国民党谁 什么人他有困难 当然了可以讲 非常多的理由 可是我觉得 从一个选民的角度来讲 国民党会对所有 在2008年投给他的选民 他的4分之3席次 根本没有表现出来 人们觉得他应该有的 在国会里头的 应有的执政表现 那这个情况里头 你自己不要把国家的公器 当成你的私器 当成你的党器 你不要把国家的公器 把立法院的席次 当成这是我国民党的 这也是我国民党的 这不是这样子看事情 你有没有把你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的人 永远要记住 总统不是你的公器 国家的职位 不是你拿来分配 你自己个人喜爱人物的 一个可以分配的名气 包括在立法院的席次里头 如果你可以在亲民党里头 在立法院释出善意 让他们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或是部分区立委 亲宋楚瑜的 或者是某些席位 你可以跟他谈合作 然后让给他 让他有五六席 可以成立一个党团 可能整体宋楚瑜 到最后就变成 虽然参选 可是他变成当时 1998年参选的王健选 他根本在大选里头 就在辩论的时候 就支持你 跟你两个人合集 全部一起 根本就夹杀蔡英文一个人 这也是可能性的 他虽然参选到底 可是他是夹杀你蔡英文一人 这也是可能的 但你如果国民党 什么事情 通通都是有 没有容 也没有大 然后把国家的公器 当成个人的私器 当成你党的一己之私的 所有的个人 而且整个党也是你一个人的 或是两个人的 或者是三个人的 完全是用自己 亲信政治的这种做法 或者是对于整个国会 什麽都要占光光 然后最后就诉诸 犯斓说 他这样做 就是要让我落选 然后让蔡英文当选 到最后的结果 你可以这样继续诉求 可是你的风险就是非常高 郑英雄就说 因为假定说还在谈 王金平说 这个什么和平会到最后关头 就不放弃和平 那乡总说还在谈习治 如果是真的还在谈 我举例你的选区 有亲民党的 黄珊珊对不对 那如果国民党跟你讲 说谈成了 郑英雄请你退 为了大局 你愿不愿意 我们国民党有大局也有小局 我很坦白承认 国民党之所以今天有这个基础 不完全是上面某一个人 所打出来的天下 每一个区块里面 都各有各当一片天地 那这个东西 不是完全你上面能够决定 比如举个例子 我的选区也好 或者是这个黄昭顺的选区也好 你说我让 我底下也让我让 不可能 那第二个理由 就像我们当时在党内 很多纷争的时候 很多就明白讲 我也不一定要参选 你不参选 因为尤其是 因为我台北是唯一的 本省级的立委 那我原先所 中间的一块选民 投到那里去 结果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东西 因素考虑很多 再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现在我们国民党 总统大选的选区 不是因为马英九 单纯的政纪 也有这么多的立法委 在底下撑着 那你去查看这个现象 其实说很多人把说 立法院的国会办 弄得不好弄不好 可是你切割开来发现 当地的每一个选民都对国民党 所提出来 许许多多立委的表现 高度赞赏 不管在民调 在初选都给他很多的鼓励 因为如果举得出来 他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就像美国一样 你可以把美国的参议院 民调弄得很低 可是你问美国 每一个州的参议员 都在那州里面 他就哎呀 这个表现真好 这是很矛盾 他就觉得自己的州里面 立委表现得很好 可是对其他选区的立委 就看不起了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整个平均就下得很低 所以我们不用 当然有人会骂说 国会变得不好 可是你看得出来 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叫我退 我坦白跟你讲 主要我支持者同意 我也不敢退啊 我怎么对他们交代 一样的道理 那你说退了 来取代我的对手 我的支持能不能接受 我坦白跟你讲不可能 就像说 黄昭顺的支持者 如果因为说党需要 他让给李建兰 我敢保证黄昭顺的支持者 结果会怎么样 连总统都 连总统都不投马英九 这都话啦 对啊 所以怎么可能去开这种口 所以你总统冒的风险 会比什么大 比如说 当时我们评估过 说我在出选里面 有些困扰嘛 我不选的时候 我过去所拿的 三分之一的选票 是不会偷给马英九的 这很麻烦啊 那必须我们这些人 去带头 去说服 去沟通 去动员 去弄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当然问题 我们希望说马英九 有很高的这个 像过去的魅力 一声号召 我们这立委 有没有帮忙 其实不重要 可是现在局面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在区域立委里面 他马英九操作空间 几乎是很少的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不分区的立委 不分区的立委 分区的 对啊 如果区域困难不分区呢 就比较大 就比较大 那我认为这个 亲民党的要过5% 其实我看起来 不是那么的难 不是那么的难 你最起码 宋先生的10%的支持度 我们很明显看得到 里面的选票 里面的确是有 反马的支持者 蓝军反马的支持者 那反马的情绪是什么 外省人不少 你不要以为 看这情形 反正本省人是比较少的 那所以这些选票会有凝聚 那某种方面来讲说 宋楚怡先生不参选的话 这个选票不一定会到 蔡英文那边去 他可是不出来投票 所以宋楚怡先生 稀有这个选票 如果当然能够谈成了 某种条件的话 不影响了 马英九的总统大选的话 那我想这个 就是介大欢喜的 所以空间就可能是在 某一些全国性的选区的 原住民 某一些边缘的选区的 或者是国民党的 党的影响力比较大的 那有这种操作的空间 好吧 我们看一下宋楚怡 到底可不可能当选 我忘忠实做了一个民调 请问宋楚怡可不可能当选总统 可能12.6% 高于他的支持度 差不多 可能这些人去支持他 说不定差不多这样 不可能63.8% 无意见23.6 那么 这个就是 可不可以当选 这个过滤体 什么叫过滤体 宋楚怡表示 联署已经过总统当选门槛 不想成为到底 请问你会不会投票支持他 那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题呢 就过滤了 那 既然 就是说你支持他 但你又认为他不会当选的人 就问为什么 你为什么 从前面的题筛选出 为什么你认为他不可能当选 但是 你还支持他 投票运于支持他 那11%嘛 欣赏宋楚怡80.6 81.6 反对满酒14.4 无意见4.0 所以 做出来是这样 对不对 那有没有骗你民调 有没有顾应 那不知道 反正做出来 数字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 满有趣的一个 一个调查 再来看看 为什么会这样 支持他 没有这个我还是 我明明投你 我知道你不会当选 我还投你 为什么 选长 陈旅安 1996年有12%的选票 但陈旅安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他会当选 没有 他自己认为他会当选 只有他 只有他 所以当兄我跟你讲 林郝跟陈旅安 民调都曾经到20到25之间 陈旅安有一阵子蛮高的 对对对 那都比宋楚瑜要高很多 可是就是说陈旅安最后还是 投出来有12% 表示说他还是有一群人 不是蓝绿可以来区分的嘛 不是嘛 就好像说他非常欣赏宋楚瑜 那有很多原因啊 很多原因 如果是反对马英九 那就已经回不去了嘛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 台湾其实大家忘记了 台湾其实是陈旅安执政这8年 2000年到2008年 这个社会因为他的特质 而且他所诉求的政治议题 把这个政治社会分成 非常对立的仇恨的两个阵营 所以非蓝即绿 几乎连灰色空间都没有 没有 你有一点点蓝 哇你这个人就完了 叫十一寇 十二寇还几寇 忘了 十一寇 然后呢 如果你有一点点绿 你这个人呢 也是出问题的 所以在陈旅安主政这8年期间 台湾这个社会结构 很像美国的小布希 它是一个美国从来没有出现的 政治状况 就是完全极端对立的两种选民 可是在2000年之前 跟2008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选民结构是有改变 因为马英九是相对一个温和而理性的 中央候选人 她是一个不挑起仇恨的 那蔡英文呢 虽然偶尔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话 可是基本上 基本上我其实在民进党参与以前很久了 我必须说民进党呢 最属于那种搞政治斗争 把别人呢 就逼到墙角 割喉割道断的 就是两个人 陈水扁 邱一人 他们两个人离开了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大多数的人相对都是比较温和的人 他就是像陈水扁跟邱一人是最擅长挑起斗争跟仇恨的两个 一个是战略师 一个是候选人 那这两个人离开了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的打法跟战略呢 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 他整个党的特质有很大的改变 那这个特质很大的改变 再加上现在的执政党是马英九 他是不止不挑起仇恨 他还刻意的希望族群的融合 而去理解另外一个跟他不同族群的人所经历的历史悲情 所以搞到很多外省还是很生气说 你怎么只记得他们的悲情 不记得我们的悲情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马英九的上台对于台湾社会的族群和解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整个选民其实跟2000到2008年是不一样 所以我对于做这个民调 什么叫泛蓝泛蓝 我觉得那个是老框架 他应该丢掉 应该重新思考说 我们的选民可能会回到候选人特质 他并不在乎你当不当选 他就觉得我就是要这样投票 当然除了马英九 除了你讲这个特质 我今天还在想马英九还有一个特点 好像大家都骂他 每个都以骂他来增加 我干都比你好 我比你能干 那更觉得是马英九呢 他也不会报复 然后骂他就白被骂了 有些你骂我看看 对不对 我这个点滴必报仇 马英九也不会 不会还被人家说白色恐怖 休息一下就回来